大家好,我是Brite Star星星 如果你喜歡看旅行片的話 記得追蹤我的頻道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你就一定知道了 Ciao!今天是我第一天來到意大利 我約了好朋友Selene在意大利等 好想念她呀 因為我也有一年沒見到她了 其實我們在LonD 第一個行程就急不及待地來到 羅馬競技場呀! 好興奮呀! 其實不要開玩笑啦 我看著模型 我已經很期待了 哇!看著競技場 真是整個Postcard一樣呀! 羅馬競技場是 古羅馬最大的圓形角鬥場 它建於東元七二年至八二年間 其實我去旅行 真的很喜歡看一些建築 因為很難想像到 古代的人究竟是怎樣去建造 這麼偉大的東西的呢? 為什麼可以 這麼龐大這麼圓的東西 都可以做得到呢? 真的很驚訝呀! 欣賞完 拍完照之後 我們就走到 維托里亞了 原來眨眼已經到黃昏了 旅行的時間 真的過得很快呀! 這樣呢 我第一天呢 就已經好像 過了很大半 但是我真的不想這麼快結束 我不可以這麼快就回去Hostel 不可以這麼快結束這一天的 我要好好把握在意大利的每一天 還有我要好好珍惜和Seline相處的每一天呀! 逛逛逛逛就天黑啦 我很喜歡街上的小鋪 我會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 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沖上雲宵許願池啦! 其實它叫 特雷為噴泉啦 相傳說 扔一個小鋪下去 就會可以再來羅馬 扔第二個小鋪就會遇到真愛 第三個小鋪就會如願離婚 等我都扔一個 希望再來回羅馬先呀! 不知道陳偉山拍沖上雲宵的時候 NG了多少次呢? 有時候如果去旅行可以去一個 我之前在電視看過無數次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特別深感受的 特別不同 休息了一晚去另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猜猜我們跟著人群去哪裏呢? 真的很多人去呀! 可能因為星期日免費入場的關係啦! 嘩!還要有人在這裡跑啊! 嘩!終於到梵蒂岡啦! 好多人呀! 其實我們都排了一陣隊才進來的 然後想排進去聖美德大教堂 都要最少一個小時的 幾經辛苦終於進來了 聖美德大教堂是來到羅馬的必度景點 它裏面有個知名雕刻叫做聖霜 再加上近六層樓高的聖體傘 都是值得一看的作品來的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進教堂是免費的 如果自己爬上去551級樓梯就要8歐 如果搭電梯再走上去就要10歐 由於這個是窮遊的系列啦 所以我和我朋友都沒有上去的 只是進去大教堂的 其實旅行 認真去感受每一個角落 認真去看每一個建築 已經最足夠 可能我拍的角度不會是最美 但是我會用我的鏡頭去呈現 我最想讓大家看到的一刻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來到梵蒂江打卡位 這裡柱高高的樣子 拍出來很美的 多謝大家看到來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和留言給我啦 多謝大家,BYEBYE